大家好 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安装Windows 8 这一篇我会用虚拟记来跟各位讲解如何重逛Windows 8 首先我们在BIOS设定好光碟开机之后 重新启动电脑 现在电脑正在读取Windows 8的安装光碟片 我们让它跑一下 因为我是用虚拟记安装Windows 8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时候画面跑得很快 到下一个要动作的画面大约只要20秒钟的时间 但是如果各位在家里是用光碟机来读取Windows 8的安装光碟片 那大概会花上5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画面我们可以使用预设值 直接点选下一步 或者个别选择也可以 要安装的语言 这边只有中文翻译台湾可供选择 时间及货币格式 这里选择中文繁体台湾 键盘或输入法 这边可以按照你的需求选择你想要的输入法 比如说是苍结 注音都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我们选择微软注音 选择好之后选择下一步 这边是选择你想要安装的Windows 8的版本 如果你的光碟片是其他版本 或者是可以自由选择版本 那就按照你的需求选择其他版本 我现在选择企业版 选择下一步 将左下角我接受授权条款打勾 按下右下角的下一步 这边可以做硬碟分割的动作 我们可以在这边将硬碟分割成C槽D槽甚至是E槽 首先点选一下要分割的硬碟 选择新增 在这边我预计将硬碟分割成CD两槽 C槽我想分割成200G 所以这边的计算方式是200×1024等于204800NB 但是在这边我要加上350NB 这350NB是Windows在分割C槽的时候 会自动分割的一个系统保留区 我们输入205150 选择套用 选择确定 这个350NB的系统保留区自己分割出来了 接下来点选一下磁碟0 未配置的空间 选择新增 选择套用 因为我们现在只分割CD两槽 所以就将剩下的空间全部给D槽 这边有个小技巧 如果我在这边将磁碟分割3做格式化 在逛完Windows之后 磁碟机代号会自动排列成 C槽200G D槽299.7G 光碟机的磁碟机代号会自动变成1 但是如果不将磁碟分割3做格式化 在逛完Windows之后 光碟机的磁碟机代号会自动变成D 那磁碟分割3就必须到电脑管理 去做磁碟机新增的动作 那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在这边一次设定完毕会比较好 现在选择磁碟分割3 选择格式化 选择确定 现在我们要将Windows8灌到磁碟分割2 所以用滑鼠点选一下磁碟分割2 选择下一步 现在就等Windows跑到我们需要动作的画面为止 因为要等上2-30分钟 所以我用快转带过 画面约为10秒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Windows经过的画面 在这个画面输入你想要输入的电脑名称 选择下一步 这里不要选择使用快速设定 因为预设只会有很多让使用者不方便的限制 我们选择自定 如果你是在家里 而且是按家里的其他台电脑做网路方便 就请选择4 如果是在公共场合 或者是不想按其他台电脑做网路方便 请设定否 这个设定可以让你的网路比较隐秘 现在选择for 如果你想自动更新WindowsUpdate 就保留预设值 不然就选择不设定WindowsUpdate 接下来所有的选项建议选择关闭 因为这些更新和保护措施既没用 还会拖慢速度 有时候还会造成困扰 现在全部选择关闭 选择下一步 这一个画面一样全部选择关闭 选择下一步 这一个画面一样全部选择关闭 选择下一步 如果你没有微软账户 又不想申请账户 可以在这个画面随便输入账户名称和密码 选择下一步 现在侦测到你的微软账户不正确 但是不需要理他 选择建立本机账户 输入你想要建立的使用者名称 密码 密码提示 记得密码要输入两次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密码也可以选择不输入密码 这里我们不输入密码 直接选择完成 这里的使用者名称记得不可以和刚刚建立的电脑名称相同 选择完成 现在Windows 8正在完成安装 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先不要高兴的说Windows已经灌好了 因为还没有灌驱动程式和输入产品金钥 现在安装驱动程式 现在重新开机 现在要输入产品金钥 但在输入产品金钥之前 一定要确定Windows已经连上网路 否则输入好产品金钥之后 会无法启用Windows 现在在左下角按一下滑鼠右键 选择控制台 选择系统及安全性 选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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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启用Windows 选择输入金钥 这个画面在你输入好产品金钥之后 被自动连上网路启用Windows 因为这里我只做教学 就不输入产品金钥了 当你启用Windows之后 Windows8就完全灌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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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